大幅的壁畫加上富有現代感的設計 來到深坑翠谷山莊 很難不被這座後車亭吸引 這與棚和鋼架全都是防鏽烤漆 下方的護欄設計 可以讓等車的民眾稍坐休息 居民直呼很感興 很棒啊 很有人文氣息 這個深坑的風景這麼美 當然我們也希望後車亭跟別人不一樣 有一種度假村的感覺 每天都好像在度假 然後回去就是心情很愉快 出來心情也很愉快 以前後車亭只有簡易的鐵條 和一塊波浪板 稍有強風就會被吹翻 為了讓民眾安心等車 里長將原意設計的巧思 帶入里建設內 兼顧了鋼板材質 不僅擋風遮雨 搭配居民一同彩繪的背景圖案 更顯在地特色 後車亭本身就是民眾的需求 遮風擋雨的擋太陽 那麼這個應該是要得天獨厚 有一個我們賴宗里的里長 他特別能夠了解這個美學的觀點 弄得好像是在我們新北 是獨一無二的 議員廖小青爭取修繕經費 里長帶頭動手坐 讓使用超過50年的後車停太舊換新 里民有更舒適的等車空間 也變成當地的新地標 凱波大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